在2018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 毛素七星 男主通关游戏副本 打开宝箱竟不是满屏神装 而是一位白毛兽女作为奖励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得从一个游戏说起 男主杨翔和好友 在这款游戏里建立了毛星团 他们一路过关攒价 成为了游戏里不朽的传奇 一次游戏里出现了一个 非常有难度的副本Boss 经过大家商讨 杨翔决定前去挑战一下 但是这一次 他们好像低估了怪兽的能力 在大家协同作战的时候 杨翔没有很好的躲着被划伤了 而当那最致命的一击 即将刺穿他的身体之势 喜欢的血迹替他挡下了这次攻击 有传言说 在游戏里死亡的人 在现实中也会死亡 但没有人把这传言当回事 隔天 血迹就因为心脏骤停去世了 虽然法医解释了死亡与游戏没有关系 但是喜欢血迹的会发却耿耿于怀 这件事过去了六年 六年中 杨翔一直活在自责之中 六年后的某天 这一款游戏重新更新开放 他的朋友也邀请杨翔 见不出朋友多次邀请 杨翔又一次戴上了游戏的VR眼镜 进入了游戏世界 虽然游戏环境更新了 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是主要的街道还是没有更改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怪兽 就被杨翔轻松地解决 而这是周围的环境发生的变化 他们来到了一个房间 在房间的镜头放着一个木箱 杨翔前去打开 木箱里面有一个女孩 竟就是杨翔找死木箱的虚鸡 六年过去 她也长成了滑稽少女 只是记忆却停留在六年之前 还误以为自己依旧跟小伙伴们 在游戏世界里游玩 这个情况让杨翔异常激动 不过虚鸡的游戏弹出按钮 竟然是黑色无法选取 这让杨翔很疑惑 但青梅竹马复苏 让她很快就陷入了喜悦的情绪当中 由于她的虚鸡一同走出了副本 当初卯星团的6人 每个都拥有各自特有的能力 虚鸡的出现很快就被大批的玩家注意到 大家都认为她的死亡传闻是假的 毕竟玩游戏版人玩没了 有些匪夷所思 并且因为虚鸡的特有技能 闲职特别稀缺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把虚鸡纳为己有 而正当杨翔不知所作的时候 一批人围了上来 杨翔因为多年未登陆游戏 经验值几乎为丁难以抵挡 在围乱关头 激热毛星团伙伴规法出现 化解了这场危机 但她并不是一起来面对的 而是要让虚鸡跟着她走 但是虚鸡想要带上杨翔 记忆空缺的虚鸡一味 只想跟毛星团的伙伴继续冒险 却不知道在这六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六年前虚鸡去世后 规法就已经和杨翔决裂了 因为虚鸡的死 在规法看来一切都是因为杨翔 他见虚鸡不走 规法最终只用自己先行离开 回到现实后 杨翔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小月 带着毛星团的一员 杨翔跟小月说了几件事后 对方惊讶不已 于是连忙登陆了帐后 果真看到了虚鸡 正当他们在探索虚鸡已经死亡的事实时 又由一群人围着上来 脑果的小月召唤出了几十只魔道精灵 挥动了手中的长鞭 轻鸡间便消灭了他们 小月的能力便是与精灵前零契约并使用他们 当塞翔回到最初的秘密基地后 杨翔遇出透透气 却在水潭中遇到一名叫做爱丽莎的女子 他告诫杨翔要直面自己的过去 保护好虚鸡 虚鸡的能力只会招来更多的敌人 因为虚鸡原本的能力 根本不在这个世界设定的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就是虚鸡很厉害 已经有人盯上他了 说完便消失不见 杨翔对此没有任何头绪 只能作罢 目前出现了几位角色 其实除了曾经是某星团的成员之外 还有一层让人更无奈的关系 杨翔与虚鸡是亲密出骂 贵法喜欢虚鸡 而小月喜欢杨翔 这尴尬的情感路线 当这不翻 注定不会简单 等到第二天 他们三连回到了旅店后 其他玩家纷纷面面相去 三连意识到众人的反应 好像有人在暗中传播消息一样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 龙青处续姬 这六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 续姬一阵眩晕 他们三连感受到了续姬脑海中拼命的记忆 续姬怀疑这就是六年间自己消失的记忆 问龙青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想到第一次参加这个游戏时 取得高塔 于是想要到那里碰碰运气 他们一路过关闪下 到了高塔上 攻略副盆后得到了一个带有问号的红绿 只要续姬看到这个东西 就会出现模糊的记忆碎片 而没想到龙青处也带来到这里并抢走的红绿 他表示这个东西充满邪恶 并让续姬跟他一起走 男人家想自然不同意 于是二人开始了单独的争斗 二人为了续姬的取留问题 大大出手 双拳相向 可当龙青处看到续姬 那强烈不愿意离开的情绪后 他只要他输了 也知道再不走 要了毛续姬了 这样做对自己完全没有好处 于是只要自己先行离开 回到公会的贵法 受到男时赐会和威力会联合的邀请 贵法知道他们是为了续姬的先知能力 但是敌人的敌人就是同伴 贵法还是同意了联合 他们三股势力在杨翔他们走的村庄 设置了迷雾 等到他们一时过来后 早已被各自分离 为了拉拢校约 贵法还给他发了留言 希望他和杨翔回到现实世界 把续姬乱给他 只要杀了杨翔 他就会被游戏删后 从而无法与续姬相见 而校约也就有机会对杨翔出击 虽然在爱情的立场里 他们观点一致 但不代表校约会同意 香港更加生气 于是发动魔导 让围困自己的续姬乱落晃而逃 命运的杨翔实力明显不如从前 但爱丽莎的出现 却帮他解决了危机 因为艾丽莎的能力建设封印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普通人 没有时间逗留 艾丽莎和杨翔赶忙离开这是非之地 而杨翔为了让续姬留在自己身边 竟夺走了他的意识 但他没想到 维力慧在自己身边也布下了法术 控制了自己手下的人解释了续姬 随后 维力慧和蓝师自会宣布 和唯一改名天赐 因散播了拥有先知的努力 杨翔知道续姬被解释后 就顾身一人前去营救 你真没有听错 杨翔一人想要去把两个工会的人都给断了 校约知道后边赶忙去找杨翔 一块帮助杨翔 在校约不断游说下 最终两人在杨翔被束缚住的时候赶来 时隔多年 三人配合依旧末期 三千年的士兵被他们三人全都打败 三人进入了城堡 维力慧和蓝师自会 挟持去机控制他的先知意识 无论跪法他们有什么行动 都能被事先预测到 校约健壮找完出六个金龙王 师之最强的能力和维力慧先知能力硬刚 以绝对性的优质打败的对方 既然你能看到未来 那么我就当未来所有画面 都是你被打败的就行了 而威力慧更加阴陷 将之前死掉的三千人所汇聚的恐惧 不甘注入到蓝师自领袖体内 使其将其变成怪物 但是杨翔他们顶峰的能力 像是bug一样的存在 通过掌握时间 以及扭曲时空这种超级能力 轻松散杀 最终也解救了续机 毁法因为自尊心不愿回来 还是走了 他表示杨翔只要是自己杀死 在这之前他得好好活着 男人傲娇起来 好像也还挺可爱的 而由于六年前的事故 杨翔失去了自己的剑 为了找到一把合适的剑 他们来到一个名叫失落的五角 去放一把名剑 可没想到名剑 竟然就是多年前自己丢失的剑 正当杨翔去取剑的时候 大地突然颤动 一个名叫埃杰尔的Boss出现 而杨翔的剑就在他的脖子上 有一体情巨大 想保剑就得先打败Boss 杨翔他们无功而返 只得回来重新准备 再次前去的时候 他们又遇到了 卯星团的过去成员 克莱布 一伙人一同前去 大家协同作战 冰昏了河面困住了Boss 正当杨翔去拔剑的时候 克莱布觉得背后捅刀 最令人没想到的剧情 却在这时候出现 杨翔本人在现实中醒来 从他的口中得知 牛年前在游戏中死去的人 其实是杨翔而不是虚姬 于是他在现实世界 昏迷了整整六年 之前在游戏里所见到的一切 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正当杨翔不知道 哪个是现实的时候 爱依莎出现 向他解释了 这只虚姬在同伴受到危机的时候 激动了自己的先知能力 还言说 虚姬的先知能力 不仅仅是预测未来那么简单 而是可以在预测未来的同时 选择自己想要的未来 所以杨翔之前所处的空间 就是虚姬所选择的未来 被攻击的人成了他自己 而且虚姬的能力 已经超多游戏之外 可以在现实使用 这个游戏的本身并不是娱乐 而是人类本身就有超能力 游戏只是用来训练超能力的场地 这一切都与一个叫 真知会的幕后组织 超空子 目的就是为了让虚姬的先知能力决心 从而创造他们理想的世界 二翔彻底机会真知会 只有一个办法 迫近六人所有技能全入决心 所以杨翔现在必须回到之前的世界 至于回去的方法 艾莉莎并不知道 只能杨翔自己寻找 于是当虚姬来看望杨翔的时候 杨翔望着手中的戒指 郑重地和虚姬说 自己必须回去 虚姬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一无反顾的支持 在恶人戒指握到掌心的时候 时光倒流 回到克莱布刺向杨翔的时候 杨翔拔剑抵挡回去 并指出他是假冒的 杨翔一拳下去 对方便显出了远景 果真是隶属于真知会的黑衣人 黑衣人不甘心和神勇的怪兽 融为一体 击足消灭杨翔 关键时刻 真正和克莱布出现 怪兽使出巨大法阵 以为消灭他们 殊不知自己反而被杨翔他们合力消灭 杨翔因此而取回了自己的剑 自从聚集的这个系统重新出现以后 她的身上会莫名出现碎裂的黄色宝石 每次切出 她都会出现残存的记忆碎片 而这一次续集 一旦有一个宝石掉落 残存的记忆里出现了爱丽莎 大家都表示很震惊 之后克莱布表现得很淡定 通过了解得知 克莱布就有收到爱丽莎的指引来到这里 为了容清楚事情的原味 他们回到大本营里 想要解决这些事情 首先必须先找到最后一个七星 日日下西 鬼法暗中也找到了西的具象 因得知最近她会回来 西是一个性格胆小的女孩 一直喜欢着鬼法 为了让西重新进入游戏 杨湘和笑月去找她 在其决定再考虑一下 晚上游戏举办的一场狸人晚会 想念了人可以到大厅前去参加这个舞会 而就在这之前 杨湘为了争取和续集一起过午 说出了自己也喜欢续集的事情 鬼法没有抱走 反而彻底放下了 在大家的鼓励下 杨湘主动找到了续集 而裸单的笑月和鬼法自然也结伴而行 在大家都在跳舞的时候 小西来到了这里 看到了自己喜欢的蓝天被笑月抢走了 很是赏心 于是就跑走了 在半路上遇到了真知慧的人 他们利用西的嫉妒和愤怒的情绪 讲起黑话 误会过后 大家发现现实中西也消失不见了 通过他来部的追踪得知 西可能在游戏的天空之城里 而通过他行走的入境 笑月也隐约感觉到 西可能误会了他们 于是中文感到了天空之城 菌脚西想要解释 但是黑话的西并不给他们机会 但互相撑斗的过程中 接甩了一下头发 一缕发丝化作小蛇 飘到了徐姬脖子处 狠狠地咬下了两个牙印 纵使大家想要开口劝说 但小西还是跟着真知慧的人走了 没有办法 大家回到了自己的大饼银 商量其他的办法 突然徐姬感觉到整个房间在震动 马上就要坍塌了 大家顺一处去却发现 竟然是西在背后搞的鬼 嫉妒的心理 让西这里迷失了方向 和大家成为了敌人 鬼法为了救回 因为自己而迷失心智的西 于是将西带入了一个 只有二人的洞穴之中 然后对其坦入心扉 九个西重归于好 果然爱情的力量是无法理解的 而在地面上 和两个真知慧对战的众人 就没有那么的顺利 由于蓄姬被咬住而受到了控制 竟然向杨翔开了墙 促进怪略的蓄姬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打架之后昏迷了过去 让真知慧的人可以肆意操纵 大家所有的攻击都没办法奏效 在怪要群群覆没的时候 艾莉莎关键时刻拯救了大家 和昏迷后的杨翔在梦境中 再次遇到了蓄姬 为了守护当初 自己要保护好蓄姬的承诺 杨翔这次因祸得福 决醒了自己的能力 一连变轻松了 杀死了真知慧的人 经过重重难关 冒险堂的人终于聚集 大家也重归于好 但接下来的旅途 似乎并没有他们所想的那么简单 片名 冒足其心 虽然故事剧情有些套路 但导致它平凡暴裂的 并不是这个原因 而是结尾实在停的太突兀 有太多设定没有奖心 太多坑没有填 幕后组织的出场 让整个番区的逼格直线上升 结果突然不讲了 故事结束了 没有再任何的交代了 要说最糟的一个操作 我前面没有讲过 男主在现实中 想到女主复活 是真的让人非一所思 所以他竟然去挖女主的坟 牛逼 而女主的白毛 也成了本作的看点之一 毕竟有几个人能拒绝白毛呢 如果喜欢这个题材 倒是可以去看一看 整体也还行吧 欢乐倒是真的不少